这个社会的进步,表面上看是英雄们推动的,其实是大众推动的,更为不开愚蠢的人在默默努力的发挥作用,失去永远都是一分为二并相辅相成的。 老子说,有无相胜,难易相成,长短相行,高下相轻,阴生相喝,前后相随,如果没有了平凡,优秀就失去了意义,如果没有了愚蠢,聪明就失去了意义。 因此,所有的优秀,都离不开愚蠢的反正,骂人的成功,离不开无数贪图便宜,又爱慕虚荣的女人,骂话疼的成功,离不开那些无所事事,又沉溺虚幻的男人,正是因为大众有愚昧无知的意念,才成就了世界上极少数人。 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,总会因为看到太多愚蠢的人而痛苦,其实只是自讨苦吃,骑人忧谦,因为一个人又想成功,必须建立在一个条件上,你比周围的人都聪明。 如果你发现周围的人哥哥都那么聪明之坏,你就很难有出头之日。 所以,当你发现很多人都那么愚蠢的时候,你应该感到庆幸,这只能证明你比他们聪明,你比周围的人更容易走向成功。 你遇到了的每一个愚蠢的人,都是来度你的,他们冲上你,是为了提升你的格局和修养。 他们埋头做傻事,是为了把机会让给聪明的你,能跟聪明的人相处融洽,最多能证明你也是一个聪明的人。 但能跟愚蠢的人相处融洽,则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大智慧的人。 在大智慧的人眼里,愚蠢并不是一个比喻词,愚蠢才是人类的基本状态之一。 有愚蠢才有职者,有愚蠢才有牺牲,有愚蠢才有成全。 如果你自认是一个聪明的人,你一定是一个清高的人,请原谅那些愚蠢的人吧,人人生而平等。 但他们总是甘愿成为你的垫小石,牺牲自己,照亮了别人。 如果你自认是一个愚蠢的人,你一定是个可爱的人,你明知不可畏而为,你真的是要自己好一点,你要有自己的原则。 不做无望的牺牲品,不被白白的利用,请饶恕人类的愚蠢吧,毕竟,我们都因愚蠢而可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